我是李崇德,現屆培聖會會長, 我們今天很高興, 能夠請到後任的李斌生主教接受我們的訪問, 李主教,我們首先要恭喜你, 我們想看看今天能否和你一齊分享你個人的聖照歷程, 看看有甚麼從你身上可以學習得到。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在懷疑, 現在聖照這麼少,會否真的教天主方面已經不照顧教會, 又或者如果教會裏面不夠聖照的話, 會變成怎樣呢? 我自己認為就是不需要怕,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一定要以著我們的信仰的話, 我們一定要信天主祂的旨意, 亦都要相信天主的眷顧, 因為教會是天主創立, 是耶穌基督創立的, 所以聖照自己本身是天主的恩賜, 不是說我們想要多少就多少, 所以既然天主這二千年來的話, 有著天主的眷顧著教會, 我們還擔心, 擔心我們教會不夠的聖照, 不夠神父, 所以我們, 其實天主想要我們做的, 又或者現在, 或者聖照是少了的話呢? 其實天主想要我們祈禱多些, 天主很希望我們誠心地依賴天主多些, 不要只是靠著自己, 我們的力量, 而是一定要靠著天主, 所以藉著祈禱, 藉著保贖, 再加上我們人為方面, 教會方面, 唐居方面, 在團體方面的推動下, 我們很相信能夠聖照, 就會足夠給我們的教會的。 據我所知, 你就是1988年升神父的, 應該到今天都有二十六年的時間,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在這個二十六年的時間裏面, 你覺得有些甚麼開心, 有些甚麼不開心的地方, 特別是值得回憶的, 或者特別是想跟我們分享一下的呢? 我自己呢, 和我自己的召叫, 私讀的召叫, 因為我們的召叫, 由是凡義的理解之後, 召叫不只是給私讀的, 也不只是給私讀的, 也不只是給私讀的, 一個聖照是指天主的召叫, 來度過一生, 有著一條的路去走, 所以婚姻也是一個聖照, 所以我自己呢, 的召叫, 首先可以講, 當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接觸到主業會, 而裏面呢, 因為第一次讀大學的時候, 接觸到這個很虔誠的氣氛, 裏面, 自自然然呢, 有著一種的, 心呢, 就推動著我, 就說, 不如, 我要認真些我自己的信仰先, 我要認真自己的信仰, 然後呢, 主業團裏面, 教導我們呢, 就是說, 我要聖化我日常的工作, 所以當時呢, 因為我是學生, 所以呢, 變成我好, 著重著要讀書, 讀好一點, 然後呢, 因為我讀建築的時候, 我就說, 是呀, 好呀, 將來, 我以做建築的行業裏面, 以設計裏面, 來做複存, 所以這個呢, 所以變成對於主業團這個的, 在俗的一個召叫呢, 亦都對我很大的吸引, 然後到最後呢, 有人提議給我, 不如用手讀身, 手讀身呢, 但又不是做神父, 又不是做修事, 而是呢, 用著我自己的職業, 去來做複存, 去來推動著, 去來貢獻給教會, 貢獻給社會, 這個呢, 對我很吸引, 當時呢, 我祈禱過之後的話, 參加備證之後的話呢, 我決定了守讀身, 但是呢, 要繼續了我的學業, 然後呢, 出來繼續我的建築的學業, 所以變成呢, 而那時候開始了, 有著這個的奉獻自己, 但是當時呢, 不只是在教會的事業, 而是藉著我自己的工作的, 然後呢, 不過爭取當時呢, 因為, 凡真這些讀身的會員, 在主業團裏面呢, 都有著, 一些的培育的, 他們呢, 有著一種的培育就是, 神哲學都有的, 都跟著好像, 神父的培育一樣的, 不過真的拖長一點, 來學習, 所以變成我當時呢, 亦都開始, 哲學呀, 神學呀那些, 我都都在讀著的了, 上班以著一個評訊圖, 所以第二, 之後我當我開始做事的時候呢, 亦都有著這個心呢, 就是我, 其他的時間, 除了聖化我的工作之餘的話呢, 我很多的時間都是, 去來, 教導你呀, 一些的學習圈呀, 怎樣去來, 一些的, 組織一些, 一些宗教的活動呀, 變成我的時間呢, 真是, 全部呢, 亦都在福全的事業上的, 然後再藉著我的工作呀, 接觸一些同事呀, 接觸一些其他的行業呢, 亦都在裏面呢, 來推動著一些的, 使徒的工作, 直至到呢, 我開始了做事, 亦都不是很多年, 亦都兩年左右, 那就, 我們總部那邊, 我們的主教監督就問, 啊, 現在, 我們, 中國人的, 神父的召叫不是很多, 你有沒有意思想做神父, 嗯, 而當時我祈禱過之後呢, 啊, 我想, 我值得嘗試, 我自己的感受呢, 就是說, 我每一次天主召叫呢, 我都願意的, 所以今次既然是這樣願意呢, 我也都, 不是說很大, 有些人問我, 有沒有犧牲, 有沒有犧牲, 哇, 你自己在做建築師, 怎麼樣, 嗯, 你, 有沒有很大的犧牲, 我現在回想回頭, 當時呢, 我不是很覺得很大的犧牲, 嗯, 而是, 我覺得是好像很順理成章那樣, 每一次都有著天主召叫, 而每一次天主召叫呢, 我都會, 願你的話, 成就於我, 那所以當時呢, 我就, 去了羅馬, 我們的國際修院裏面呢, 來, 試一下, 但是, 現在試過之後呢, 發覺, 堅決到自己的召叫, 那所以呢, 一路這樣讀呢, 然後讀, 然後之後去到西班牙呢, 我到那裏來, 進度做神父, 你對於, 時下的年輕人, 怎樣去回應聖叫, 或者是當他們聽到, 召叫的時候, 他們應該怎樣反應呢, 那你可不可以給他們一些忠谷呢, 我的忠谷呢, 其實不要說忠谷, 可以有一種的分享, 就是說, 首先呢, 其實呢, 不只是跟那班青年說, 而首先呢, 要跟那些父母說, 因為家庭很重要, 家庭對於培育一些的, 所有的聖叫, 包括思讀的聖叫, 都很重要, 因為, 因為家庭裏面呢, 宗教的氣氛呢, 所以剛才, 你記得我剛才說, 我當我去到英國的時候, 又, 遇到, 進入了一間, 天主教的大學宿舍裏面, 又感受到一份氣氛, 宗教氣氛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 所以由家庭要開始的, 如果想要講聖叫的話, 一定由家庭, 家庭的, 宗教的氣氛, 由小朋友開始, 所以他對象多些是父母, 父母先, 當然, 如果對著父母就是這樣, 但如果對著一班青年的話呢, 要跟他們講就是, 要講一些的, 德行, 壽司, 德行, 例如呢, 德行, 譬如說, 有幾樣的德行呢, 我經常要求他們, 第一, 誠行, 因為現在時下呢, 很多人, 真是那種的, 有少少的虛榮, 嗯, 然後呢, 他很喜歡, 表達出來的, 不是他真正的自己, 或者外表好, 或者因為現在很多的韓國呀, 韓劇呀那些, 日本呀那些, 好多這些, 好裝一個樣子出來, 現在時下青年呢, 好喜歡裝, 不知明白我的意思, 裝一個樣子出來, 裝一個性格出來, 但那個不是他們來的, 尤其是不是, 不是天主教徒, 一個基督徒, 應該有的那種的, 那種的內涵, 內, 愛是, 內是營於外的, 嗯, 所以呢, 我們要有一種的誠懇, 就是說呢, 對自己要誠懇, 我是, 我是怎樣, 而我是在改變的, 和對人也是誠懇的, 嗯, 對天主也是誠懇的, 嗯, 那這種的, 這種的心呢, 很重要的, 因為呢, 那種的誠懇的心, 不會說做到有, 有一些一種的, 現在出現了一種叫做, 雙重的生活, 一種生活, 一個生活呢, 所謂我基督徒的生活, 另一個生活呢, 就是我做, 正在工作的生活, 另一個呢, 就是我在家庭裏面的生活, 我經常笑, 好像北京, 京劇那些辯念, 我這個面子, 我對著同事是要這樣的, 我對著同學要變一個的, 我對於我自己的朋友的, peer group, 又是另外一個的, 我回到家, 對著爸爸媽媽, 又是另外一個的, 我說幾辛苦, 所以你怎樣跟, 如果沒有著一份的誠懇的心, 沒有著一份的, 那種的生活, 那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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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的誠懇, 那種誠懇要培植的, 由, 由家庭, 由學校, 由peer group裏面呢, 大家要有著一個的, 一種的氣氛, 當然了, 如果, 群在一班都是這樣的, 那就真是難, 嗯, 另外一種呢, 就是我現在, 也都要求他們呢, 一種的, 犧牲的精神, 那犧牲呢, 其實犧牲的精神呢, 是年青人呢, 正如幾人的教宗都說, 很多的年青人, 一種的, 其實內部一種的能力也是好的, 可以很大的犧牲, 因為有能力, 其實他很喜歡去幫人的, 不過呢, 在這個的幫人裏面呢, 犧牲呢, 不只是說去, 我喜歡, 我出去, 去非洲, 去做一些, work camp, 去幫助, 現在啊, 伊波拉,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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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那種的, 一時衝動底下去幫人, 而是那種的犧牲精神呢, 一定是, 在哪裏, 每一天裏面, 行狗這樣, 譬如, 我經常都,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說, 你可以, 例如周末, 每個周末好, 每個月一次好, 去探望那些老人家, 好, 感謝, 你有這樣的心, 能夠犧牲, 服務的心好, 但是我經常要求你, 你要回去家裡那個老人家, 阿嬤, 阿婆, 有沒有每一天, 倒杯茶給他, 你明白嗎, 就是這些的, 這些的小事裏面, 這些的, 才要求那種的, 真正的犧牲, 在每一天裏面, 最小事裏面, 如果不是的話, 一個月, 你可以可以的, 一個月你可以去非洲幾天, 哇, 好感動啊, 好大的犧牲, 但是一次過, 但是家裡邊, 你天天要對著那個, 你天天要這樣愛, 那些才是真正的犧牲,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非洲那個, 我不喜歡, 我可以不去, 但是家裡對著那個, 你一定要對著他, 那裡才是真正的犧牲, 所以呢, 希望我鼓勵著這種犧牲, 就是說, 你要每一天, 犧牲嗎, 每一天祈禱, 每一天, 能夠去來看一看福音, 明白嗎, 就是這一種的, 每一天你行心這一種的, 才能夠真正要做犧牲的犧牲, 現在我要求那些年輕人, 所以這個誠狠, 這個犧牲的態度, 可以正面地去回應, 是的, 就是天主無論是哪一方面的召叫, 是的, 另外一個的, 當然講, 在奮鬥上面來說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 節制, 節制, 這個很重要, 就是四書得裏面的節, 這個節制很重要, 現在節制就是指有自律, 現在, 因為, 有很多的青年, 現在給這樣的氣氛裏面, 很喜歡, 真的自己喜歡做那樣就做那樣, 這種是, 這種的風氣呢, 不要說是聖趙, 而做一個有用的人呢, 是不行的, 理解下, 有一個成功的人士, 一定有自律的, 一定有自制的, 一樣不能夠說, 我喜歡的我就做, 不喜歡的就不做, 我喜歡的就做一會兒, 不喜歡的就做一會兒, 所以這種節制呢, 有很多要怎樣運用時間, 怎樣節制著飲食, 我們做種種的感官, 看的東西, 聽的東西, 所以這一種的話, 有節制呢, 變成能夠, 鞏固得到自己的信仰生活, 然後上面, 天主的召叫, 這就容易很多的, 今天很多謝, 李主教接受我們的訪問, 對於年青人來說, 聽了你的一番金石兩義, 那些說的很大的訪問, 我會為這方面做, 希望能夠祈禱, 做補償, 希望能夠跟你們年青人聊天的話, 我會盡我自己的力量, 作詞・作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